打云点 重腿75改 再接个狗狗头 漂亮 小可输出确实比较给力 拳黄98的比赛 左边是小孩 右边是韩国的神仙 今天晚上小孩三问手类 对战的是韩国的神仙了 左边是小孩 右边是韩国的神仙 双方都是先锋 第一战 第一战 没有观众法打点顶不住 那么场面上来说 龙哥现在 没有毙了 龙哥没有毙了 龙哥被淘汰了 被剃头了 龙哥被剃头了 神仙这个阻力非常强的 神仙这里是用阻力来打三问 上来去晃一小跳 马上天地反爆气 加伤害 这里小草是小孩的中间 还有一个东杖手底 大家都听说过宇宙草 那么看看 同样是来自广州的小孩 能不能把他草地银打出大口的气质来 能不能反击 小草现在被对方两下打到这么多血量 没有血了 怎么办 想跳 不敢轻易跳 龙哥偷一下 没偷到 直接下中队去消荒药 再等两反击一段 现在小草有气 大猫龙没有罪 大猫龙有气 有血 好 龙哥压制 对方天天天天 又是一个 刚才出了一个 龙射 但是没有却上去 打云点 重腿75改 再接个龙哥头 漂亮 小草输出确实比较给力 这样比赛赢的话拿一千 速度的话拿六百 cp反击 前中精拳 直接荒药取消 那么 荒药可以 又是 跳逼堆 确认出无视超比差 第一点为了 跳逼小草 真的是非常强劲 天天天一个 一个 c头 再次 两段轻攻击 确认出无视超差 帅气 给小孩两大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格斗游戏朋友 大家可以点击关注红龙哥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